只剩一個外國的時間就是中秋節了 台南市長參選人王維帖是參加郵公約組 是所發起的中秋集市 尚愛公約外黨 王維帖表示 他支持市北京行推動的蓄實計劃 讓我們吃不完的實材 除了比等到以外 還有更好的選頁 當時他也購買了600分的官廟 以來送給六四團體 當然建議我又親身組織 讓老大人來評審 在中秋節準備來到以前 為了關懷社會六四團體 台南市長參選人王維帖 是來到英工區項目社會關懷協進會 參加郵集NPO Channel公約北台 發起的中秋集市 尚愛公約外黨 王維帖表示 市北京行推動的就是蓄實價位 讓村的市北除了檔條以外 還有更好的選頁 當時他還可以降機市北浪費 他也購買600分的官廟 來送給六四團體 好 現場的朋友 我們用這類掌聲來共同 感謝所有單位的共同參與 一方面官廟面 我們也是行銷台南的官廟面 一方面又可以讓這個NPO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來媒合各地的非營利組織 然後又可以讓這個食物銀行聯合會 各地的食物銀行 他們可以得到一些台南的有名的官廟面 給分證給這些社會需要幫助的一些弱勢團體 另外NPO Channel 共一百台市行長張宥玲表悉 這幾年在發起的這次情侶的活動 有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台南市校母社會關懷協進會 天主教台南教育 跟各位台南市議員一起參選領共同參務 希望好社會代表能夠得到實際食物銀行 將食物組織做更有效果的分配 因為食物銀行聯合會在全台灣所合作的 這些食物銀行所照顧的個案家庭 超過了3萬戶家庭 那在今年我們希望能夠以3萬份的數量 作為今年的初始的目標 那目前除了各單位希望企業這些想意以外 我們也會在網路上面 甚至在9月份的時候也會跟LINE的部分 官方一起來想應這樣的活動 在外面現場文威鐵也真心主觀廟面 來給協會老大人拼上動漏 並且有在地醫療連設定 也贊助瓦當愛心應品讓大家應用 也鼓勵社會代表沒有需要的食物給食物銀行 讓留學做國也能夠享有文霸的行業 記者蕭建委英工庫 蔡宏博德